李亚鹏新女友怀孕好事将近 谢霆锋也将收获女儿一美 近日李亚鹏新女友小妇突起 还被拍到在李亚鹏的陪伴下 前往医院做产检 从海哈惊喜的肚子看起来 预计已经六个月以上 看来李亚鹏再次当爸的愿望 也是指日可待了 但也有不少人担心李燕的家庭地位 毕竟老爸新女友的孩子出生后 李燕就似乎成了这个家庭中多余的那一个 此前海哈惊喜与李燕第一次见面出街时 两人的关系就似乎并不好 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交流 而且更加诡异的是 李燕前脚退出燕燃基金会 海哈惊喜就转头加入 甚至还多次发布燕燃基金会的慈善活动 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模样 要知道燕燃基金会是李亚鹏和王妃 专门为李燕创立的帮助 吐川儿童的慈善基金会 而最重要的人物都被李亚鹏这位新女友代替 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了 不少网友都认为 李燕在这个家里肯定受到了排挤 这位新后妈可不是好惹的 但也有部分网友认为 谢霆锋这下可是赚大了 这次李亚鹏再次当霸 女儿李燕一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 正好谢霆锋曾直言 自己想有个女儿 收了李燕做女儿不是两全其美 而且谢霆锋也确实有这个意思 在和王妃复合后 很快就进入了继父的角色 正好这时 李亚鹏也已经宣布与新女友交往 谢霆锋就完全把李燕当做自己的女儿 甚至比对自己的两个儿子还好 一出手就砸下千万送李燕一套豪宅 还专门在李燕生日的时候 为他庆生 特意请假做饭给李燕吃 要知道 哪怕是谢霆锋和张伯芝 还没有离婚时 他也没有给两个儿子做过饭 也没有送过豪宅这样奢华的生日礼物 可以说谢霆锋对待王妃的女儿 不是亲生圣死亲生 李燕要是跟着谢霆锋做女儿 肯定要比在李亚鹏手中更加幸福 但也有网友认为 李亚鹏毕竟是李燕的亲爸 这是血缘关系 是谢霆锋永远也无法替代的 恐怕谢霆锋想要一个女儿的愿望 就不那么容易实现 李亚鹏虽然会有一个新的孩子 但李燕现在也不是特别需要父母照顾的年龄了 近日已经被送到国外读书 本身就快要独立生活了 对于他来说 爸爸再婚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而谢霆锋现在和王妃也并没有结婚 从法律上来说 李燕也没办法成为他的女儿 所以谢霆锋有女儿的梦想 可能要落空了 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订阅